大家好,我是巴仁 今次開箱速遞就和大家在這裏有兩部 前面就是LVN276A的大發MIRROR WALK THROUGH VAN WALK THROUGH就是走過 因為車子,你看到巴士的後面 巴士門作交貨,高身貨車尾 司機可以由這裏走到後面 即是雪糕車的規格 基本上你可以在車內擺盪 只要開啟東西就可以了 或是你開了尾,尾走到頭 或是頭走到尾都可以 這個雪糕車的規格 香港真的只有雪糕車和救護車才能看到 但現在救護車好像改了款,我不記得 以前這裏可以從頭走到尾 但現在好像改了,頭變回三排 還是兩張椅子 但後面的東西跟前排不通 好像是,只有中間有個燙槍 好像是這樣,現在是新款的護車 但我記得舊款可以從尾走到尾 後面有一套,就是DAICO64-17A FOWER SHOP 也是這架WALK THROUGH VAND 這個版本就不同 它有什麼特別不同呢 先說,這裡除了會送兩張桌子給你 這張桌子就這樣壓下去 還有這邊多開一隻門 那你會說,這裡凸撒了會那麼噁心 我開來都說,有沒有搞錯 這麼噁心的,這裡凸了個膠位出來 其實它是有一張貼紙給你的 但不知道為什麼它給你貼紙這麼有趣呢 它雖然是寫FOWER SHOP 但是... 不,我也對,對 DAICO FOWER SHOP 我記錯了,可能接下來會刷別的款 因為它有時候會送的東西 DAICO STREET DAICO MUSEUM 不知道為什麼會送這些牌 這些是沒有牌的 還有DAICO什麼? DAICO MUSEUM DAICO STREET 不知道為什麼會送這些東西 還有什麼雜誌 這些貼紙 那我當然不會開,那邊寫得開 那觀眾,我喜歡這隻顏色 但我不喜歡它做花店的話 那你可以自己貼自己的東西上去 那花那套就讓它放在這裡 那花店這套東西你看到有車在旁邊的話 我想玩開GTA或者有看一些 有飛車場面的動作片 都知道這些花一冷定是我來撞的了 那我忍一下手先 因為我設長設得很辛苦 因為它這隻東西其實有一個致命缺點 白色那些就全部站穩的 喜歡花或有研究開花的觀眾 可以慢慢研究一下這是什麼花 我沒有心機去研究 我只是想研究一下 那白色桶這些 全部站在這裡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有兩桶的銀色 是站不穩的很容易 就是如果你放一個位置 在附近的旁邊是沒有東西 如果你說 你只是這樣動高它 動站 一推就已經有機會倒了 你已經 好像不倒了 你看看一跌就倒了 因為它上闊下窄 一推就倒了 你根本上說 我都推在車旁邊也推不到的 所以如果要這個 就建議放BOOTEC 我就懶得下 你已經推到一邊 這些花 全部都是隨便放的 因為我主要都不是這樣拍花 它送了兩張桌 兩張椅子 即是一張桌一張椅子 當然可以收走一張桌 也可以 可以一張桌兩張椅子 其實很多人想讓你做些 不知道什麼 就是買一棵菜 搭條蔥 送一張椅子給你 你送來幹什麼 其實不配搭 還有一盒粉紅色的花 粉紅色的花 要看你放在哪 當然放在桌面做一陣子 隨時線來線去 至於人方面 這次比較人丁單薄一點 後面這個不關事 我試穿了圍裙的店員 我這次也不用TLV 他送的那些什麼 總之不用他那些底盤 有一個蹲在那裡的小哥 還有一個女人 還有一個小哥的老母 這三個東西 全部都站不穩 一定的 TLV 已經準備好了 不然他為何要做一個東西給你 但他做一個東西之後 他還是固定不住的 所以還是要下BooTap 這樣就真的要奔周吹喇叭 所以既然是這樣 我直接用BooTap貼死它就算了 應該看到樣子的細節位都可以的 因為TLV 這些BooTap貼 一定不能拆出來 就不能拆出來驗屍的 但那些人仔也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有些人仔 如果又不是說 即是那些是對款的 你買回家開門口 不成問題 因為他不是做得拆 即是說 我又不是特別豬玩人仔 其實這樣也夠做的了 那好吧 我現在就開了另外這架 這架是有少許不同的 但是它本身 哎呀 差點掉了 掉了另外一枝 其實它正常 如果Dyco那架 因為它開了兩隻門 它會送兩枝棋桿給你的 但其實另外這邊 有金屬膠這架門 其實是一定站在這 對 只有車尾那架門是膠 剛才是站不到的 那我留下另外一枝 就給這架東西了 那這個當然是普通版 為什麼有什麼分別 你看到這架頭就像一架K-Car 加上這架又是 又是Orenge-Wang的Fan 對 跟裡面那架一樣 又是換了一架頭 就爛了歐洲車 其實也是一架日本車 有這種規格 那我自己當然 你聽到我這樣說 都知道我一般 但是只不過說 見它算了 都是 叫做 有趣的 買兩三架回來玩玩 都可以 但是 下一次 就是這樣說 它今個月再出了預訂 它有另外兩枝顏色 我也有訂 橙色我幾級人 剩下這枝啡色 我又覺得有點興趣 我只要訂購 但是如果它再一次翻出 如果不出黃色 我應該也不會再買 又要出第二枝 又要出綠色 看看有什麼綠色 綠色可能我都會買 可能會有 反而綠色 但是出一些 我剛才說 藍色 那我就會買 粉藍色 我便會買 我現在通了 你出一枝 不要是綠色 你出一枝黃色 出一枝 不是 現在我有一枝淺藍色 出一枝淺藍色 這枝淺藍色 這枝淺藍色 可能我又會買 我先留下口風 但不要說 好像說到自己好像很重要 好 看一看 其實最大的分別是什麼 其實它的車尾 這裡 其實它有送一個盒給你的 但是這枝 純粹用來遮掃 因為是拔不開 拔不出來已經黏死了 相當為了遮掃 遮掃 遮掃 遮掃後面的結構位 你看到這枝所謂的walkthrough 其實理論就是有兩個位 但是我依稀記 香港法例 應該在左尾的位置 不能坐 應該是兩點式來 好像說 應該是只能夠坐一個 好像是 連連司機只有一個人 好像沒有坐到其他人 但是香港這枝車是有的 應該可能有兩架左右 一兩架 哪有的 一架 有人入到一架 就可能已經抵不住 有人又入到第二架 或者同一個車主 入多一架回來 做spare account 做零件車都不頂 至少香港都知道 有一架 要是上過youtube channel的節目 不記得誰 我生氣了 不過免得說 總之就是 你找這架車 我想你都找到的 那條片 香港的 好像有黃色的 我記得好像 你記錯 因為素瓦路360 香港都有人再入 因為素瓦路360 應該香港本身是有的 只不過拆掉了 或者剩下的那些都已經是 變成 變成廢鐵 因為擺到變了廢鐵 不是撞到變廢鐵 就是擺到變廢鐵 買回日本 買回走的回來 其實我也有這樣的想法 在日本買回舊款 舊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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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冠回來 這些車其實是香港以前有的 想想想以前 那些 剛剛好去到 其實230開始 香港已經有引入 第一批那些就是 例如說最出名的 湖中 湖中那一批 如果有觀眾不知道 誰是湖中 那他是 合和集團 創白人 但未做地產之前 其實都是做的士 最主要是 戰前已經做的士行業 他都出來 好像我提到 都是看一些文獻 未必準的 但也沒有去質疑他 也質疑不到 第一批引入的就是 包括湖中 在內的一些 的士公司的老闆 都是大粒的的士公司 首批引入 第一批引入的士 那些的士其實香港有 香港以前是 但是想想 一架都沒有死亡 是吧 最堅強最堅強的 應該只有Y31 Y31 你都未必有 你進入香港 現在說不是 那幫人 很多人買了一些 sadual旅行車 那些sadual旅行車 當然有 你之後回到口 什麼差都可以 對吧 你住在日本 你買一架TOTAAA回來 你也可以 TOTAAA 即是TOTA第一部車 也是戰前的 你有本事 你有Rapica回來也可以 不是假裝 不是假裝TOTAAA那架 真的買一架TOTAAA回來 都能出牌 一定 放心 這架車一定過三十年 整個百年都來 太多人工 一定能出牌 這架車我試試開了 其實這架車本身都有送一枝乾 我懶得開 一次過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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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架車也是有個位置 給你可以擺東西 擺檔買東西 它的setting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架車 如果觀眾說 其實我不是對KCARD 這架車 我不是很大興趣 不過有點心動 你可以買一架半架回來 然後選擇這兩架色不對 不要緊 下一次 應該還在預訂 你現在去訂 影片出現的時候 你還可以訂得次 你可以訂到 咖啡色那架是這個SPEC 就是這個 改了鬼面罩的SPEC 橙色好像是跟這個SPEC 橙色那架就是DiCo的版本 DiCo版本 就用回普通這架頭的 DiCo版本 橙色這架頭 就是跟這架花華這架 我想我下次可能懶得開 因為這架應該都是差不多 那些貼紙 貼紙 貼紙是否被我貼在桿上 其實 有時候看完都不知道要做什麼 這些東西 是不是 我懶得說 可能被人貼在這架車 後面側近這些位置 當然 我會說 不過這些位置也是沒有的 我沒有找人來講 有活動 看到TLV 其實不是想原地踏步 我看到它是有 一些ID 例如這些位置 有活動部件 裡面這架和這架都有活動部件 雖然這些入心位置比較明顯 不過其實這件事也是找來講 其實其他廠都是這樣 所以還是算了 當我沒有說過 起碼看到它有些野心 它真的出了一些 它現在擺放的定位 也真的是日本人才會想到的車款 是不是 Subaru Samba 大發仔Mira M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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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Mira 的Walkthrough的Van仔 是不是 這些也是架子才會想得起的車款 外面可以出很多 想到跟自己有Connection的車 你看到外面有很多款 好像可以這些K卡 所以說 如果它繼續出這些特別改裝的K卡 其實也算是殺出血路 因為始終這類型的車 算不算K卡 這架 好像算了 這類型的車 其實也有售款 好像我這樣 我是不是特別喜歡這個款 其實不是 但是貪得意買來玩一下 三四架沒問題 外面很多人都是這樣 所以 起碼你做到頭三四架 你的帽子又再靠一會 然後下次出一隻色 可能下次它出一隻色 勾正的 可能隔多兩三年再出 我出一隻黃色 那我又會回去買 它也是想這樣 下次你出著那些帽子 長做長有 其實這個位置這樣找些東西遮醜 我覺得也不太好 為什麼呢 其實TOMICA 都不是第一次是這樣的 它以前 它有時候也不是 有時候的車可能是 它本身是一個七座位的規格 但問題是 你開了第七座位之後 你後面不能放東西 但是你還要縮到一比六十幾的話 你一後排更加不能放東西 所以就出來整個車 一打開尾門 就只打開尾門 就不能放東西下去 就很露冷土 當然某些車款是做到的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都是一打開 例如一些七人車那些 但它開尾門 不是開湯門那些 那些 你會覺得很露冷土 剛剛開門 什麼叉都放不到 因為我弄了一張椅子 但它這樣做又錯不完 現在大概回想 大概去想 這是七人車 我當然要展示它 七張椅子 全開出來的狀態 我小時候 不會看 覺得是否傻 整個東西頂著我 可不可以再大大大 又沒有玩 再想回 那就是 它是七人車 那些車本身是 那你展示七個人的狀態 給它 當然比你展示 再貨的樣子 給它 不過 其實它並不是沒有貨車 你買HighAce 就可以了 尤其是回到以前的HighAce 開完後真的可以放到東西 無論是救護車也好 4V版也好 起碼可以放到東西 所以它現在沒有 它現在出了駕 但簡直是小朋友換句 也不需要再給他任何遜想 要的你就要有任何遜想 去TLV TLV可以多些遜想 兩部車 我覺得都 可以收貨 因為算是 都挺過人的東西 如果你是未買的話 又買趁手 我覺得又 可能又過多半年 跟著又不知炒到百多元 可能車 只是白色這架 可能都已經要炒到 挖住150元 不頂的話 不買 始終這一類型的K卡 不是真的好像 Samba 好像這架Samba 那樣的價錢 都站得挺硬 你不會說一百零五元 撿到一架 你不會說白鬆一點 撿到一架 有都不頂 但不會長期放在這裏 沒有人舔 如果開在現時的格子店 開一百元 一定有人舔 一百零五元 都有人舔 如果我後面那架Samba 開一百零五元 一定有人舔 但是那是上一次出的 Bristone Bristone 那個舊款Samba 那我想真的 撿到一百元 撿到一百元 都未必 可能還要放一會 那 所以說真的 都是 什麼的了 喂 拍了那麼久了 我也是 小朋友那些BooTap 真的叫狗命 真的很討厭 很討厭 那些公仔 整天都站不穩 那些公仔 不知道幹什麼 真是 好 放好一些工具 我都想不到可以放在哪裏 那些東西 好 那些花 不知道放在哪裏 對 這樣 接回車子 這樣放 要是 原來Camp 進不完 那麼多 怎麼辦呢 盡拍 這樣 那 今集就說了 這樣 先把這些放在中間 拍不完那麼多 根本沒有位置放 好 那今集就說了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